果然做饭最忌讳灵机一动 跟着林树荣梅的报道 近日一女子突发奇想 反向制作绿豆沙 她平时都是煮好绿豆再打成沙 但是她灵机一动 想着把生绿豆打成沙 然后再把绿豆沙给煮熟 结果上演了大型翻车现场 打好的绿豆沙煮熟以后直接胡敌 一整锅绿豆当场暴飞 引发热议 网友就直呼 这么多绿豆一起打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不会做饭的人 看了评论才发现 原来灵机一动不止他一个人 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炸裂 一看一个不吱声 有人说我曾经灵机一动 拿了一锅油油炸馒头片 结果馒头下了锅 全把油给吸了 还有人说我之前突发奇想 想用奶粉炒西红柿 炒完以后给我朋友吃吐了 甚至还有自创的鸡蛋液炸花椒 红腥火龙果炒土豆丝 还有辣椒炒红豆沙 毛肚草莓鱼腥炒炖蛋 草莓年糕汤 我天哪 都是尝一口直接进垃圾桶 一气合成 原来每个人灵机一动 居然能够想出这么多 千奇百怪的菜系 虽然看起来很惊奇 但是还是请谨慎灵机一动 实在报废了不说 万一一个不小心 食物中毒 那就得不偿失 果然食谱的形成 那是有道理的